好了 接下来这节课呢 是重点 重点它来了 这节课我们讲其他特殊项目的审计 一共四个问题 第一个 会计估计的审计 第二个 关联方的审计 第三个 持续经营假设 是吧 第四个呢 期出余额的审计 在这四个内容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这节课的第三个 好了 同学们 缓缓时而 我们要开始学习第三个内容了 2020年 由于大的环境 大的背景 很多企业呢 可能面临持续经营当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或者是持续经营假设存在的风险 那因此 我们在学习时 这个专题要作为重点在经验把握 对于持续经营假设的学习呢 我们仍然是按照风险识别 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的 这样一个主体的思路和脉络来进行学习 那大家首先跟我掌握第一个要点是 什么叫做持续经营 好像问这个问题呢 对于各位已经参加到综合阶段的同学们来说呢 小儿科 说老师我们都考到综合了 你还问这个问题 是吧 这个好像是我们在初入会计这个专业的大门的时候 学的第一堂课 告诉我们说 会计当中有基本假设 而持续经营假设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什么叫做持续经营 我们要认为企业呢 会以当前的一种状态 当然我们在实践当中要关注 可能会打破这种状态 导致被审计单位没有办法再以持续经营的状态 持续经营下去的若干事项 比如说 很典型的第一个 清算 这个清算可能是主动的 可能是被动的 是吧 第二个 考试当中可能会出现的 人不跟你说清算 但跟你说破产 当然这种破产 进入到一些程序之后 被审计单位没有办法再持续经营它的业绩 套这个清偿负债 变卖资产 这也是没有办法持续经营下去的 然后大家需要理解的是 这样的行为可能是主动的 也有可能是被动的 主动的 比如说这个企业的老板知足常乐 觉得这个人生苦短 赚的差不多就行了 是吧 春宵一刻值现金 要及时享乐 所以公司差不太多 关门打击 OK了 当然也可能是被动的 我是想事事代代经营下去做个老字号 但是呢 由于外部的环境不太好 我的业务发展的不太好 那因此 我不得不选择将我的企业关闭清算 是吧 这也是有可能的 好了 持续经营假设概念当中 各位同学需要掌握的内容放在这 就这几个 不要求大家背 不要求大家记忆 不要求大家默写 考试如果考到的话 你至少要知道说 哦 这个事情影响持续经营假设 这就够了 为什么在这我要说概念呢 因为历史上考过 他告诉一个小背景 说我们被审计单位是个集团公司 下面有这么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组成部分呢 今年遇到这么一个情况 可能会进入到破产清算程序 然后被审计单位 还能不能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报表呢 请你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这样的题是考过的 考的是啥 就是概念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 所以我们要知概念 懂概念 用概念 这是第一个 我要给大家说明的情况 第二个 明确了概念的基础上 我们来学习主线条的脉络 那么你就会发现 这是风险评估 那么做完了风险评估之后 接下来就会告诉你说 我们该如何对于管理层 对持续经营假设的运用 展开我们的工作 本质上是风险应对的一系列程序 所以我们要做一系列的评价 这些评价的程序非常多 也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事项 那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基本思路 最后我们告诉大家一句 说如果你认为持续经假设 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你如何反映在审计报告上 所以发现了吧 学习的思路仍然是 第一步了解 风险评估 然后呢 风险应对 执行工作 我们开展审计工作 执行审计程序 最后为发表审计意见 初级审计报告提供基础 学习的大思路理清楚之后 我们逐个来说 我们先一起来看第一点 说我们如何做风险评估 我为大家理理思路 因为这比较重要 所以我讲的要比前辈要细 大家认认听 所谓的风险评估 本质上 我今天在问你什么叫风险评估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我 它就是两个字 本质上就是在做了解的工作 那么对于持续经营假设而言 了解些什么呢 我们肯定是要了解 那些可能打破持续经营的 若干事项情况 迹象信号 对吧 所以在这我们要明白 什么事项有可能会打破 持续经营的这种状态 我们要着重的去了解这些信息 了解这些事项 它们有可能释放出一些信号 进而使得被执行单位 无法持续经营 或者存在持续经营的风险 这就是我们注册会计师 在做风险评估的 这样一个工作的目的主值 好了 那么这些迹象 可能来自于几个方面呢 在我们的教材上 给大家列举了若干方面 当然这个其实不是教材上的 是本身也是审计准则当中的 包括三个 第一个 财务方面出问题 第二个 业务方面出问题 或者你叫做经营方面出问题 也是一样的 第三个 还有一可能 是其他方面出问题 这是我们中国人说话的习惯 喜欢兜个底 好了 然后这个里面 如果出了问题之后 我们就要去想了 说被审计单位 是不是有可能导致 无法持续经营 或者注册会计师 对于持续经营 存在一些比较重大的疑虑 或者持续经营 存在一些重大的不确定性 好 明白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之后 我给大家说 考试 如果出现考题 可能会怎么考 如果你是注册会计师 哎呀 又发射了动胆光波 是吧 擦掉啊 如果你是注册会计师 那么题目可能会给你一大段资料 这是一段背景的描述 然后在这段资料当中 请你带注册会计师来识别 哪些事项可能导致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 重大疑虑 重大不确定性 或者注册会认为其中有风险 所以考试如果考到的话 提醒 就是你帮注册会计师去做识别 这种题 我告诉大家 难还是简单 来你们跟我说说 你对它的初印象 你觉得这种题难不难 我自己认为 这种类型的题目 相对而言 应该是有一定的灵活度的 你说我完全答不上来 不至于 你总归能写出几条 但是 你有可能写不全 对吧 而这种题的好处在于什么 不需要你死记硬背 不是说背诵墨写 你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不会的话 你也别挣扎了 是吧 而这种题呢 你会或者不会 多多少少都能写一些 只不过 在于谁写的更精准 所以我的重点来了 对于这种类型的题 大家都能写那么几句的时候 比的是啥 比的就是 谁更精确 还有 谁的答案更完整 比的就是这个 那接下来 这些风险的迹象 我们要一条一条认真看 而我不要求大家背 因为考试也不要求你背 来 咱们一个个来说 第一个 说净资产为负 那么你就要想 考试当中给你个大表格 给你个工作底稿 那个里面有一个金额 叫做净资产 当然本质上也反映为 所有者权益当中的若干项目 对吧 好 如果它是负数 你就要写了 你说根据表格 或根据工作底稿 几几号 我们留意到净资产为负数 这就是典型的考题类型 所以这第一个 再往后读 营运资金出现负数 这儿需要你记笔记 营运资金怎么算 流动资产 减去 流动负债 这个就是营运资金 所以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给你的暗示是啥 各位 考试当中给你个大表格 上面有流动资产 若干项目 有流动负债若干项目 人家会给你算出来吗 不会 你自己动笔一算 发现流动负债的金额 比流动资产要大 它们两个一相减是负数 因此你要得一个结论 说营运资金出现负数 这本身是持续经营假设 可能存在风险的迹象 或者可能导致重大疑虑 导致重大不确定性 等等等 明白了吧 立刻就这短短的一条 有可能需要我们 从工作底稿当中 发现一些细致末节的数据 第二个 定期借款即将到期 预期不能斩期 不能偿还 或者过度依赖短期借款 为长期资产筹资 各位你都清楚啊 长期资产 它的回报的方式相对比较慢 而短期借款 常债的压力在短期内比较高 长期资产是厂房 是设备 是生产线 它需要经年累月的 慢慢的为企业 带来一种利润回报 它需要一定时间的回收期 而短期借款 还款的压力就在眼前 所以这种情况在实践当中 我们叫做短期常用 很有可能导致 被谁那位资金链断裂 是吧 短期常用 这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说存在债权人 撤销财务支持的迹象 人家原来是银行 人家原来给你借钱的 现在不同意给你借钱了 这本身是一种不良信号 人家可能一评估 这个企业这个客户 信用危机 是吧 来 第四个 历史的财务报表 或者预测性的财务报表 表明 看清楚啊 看清楚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金额为负数 人家说的是经营 不是投资 不是筹资 一定看清楚是经营 说日常经营当中 入不敷出 无以为继 那这种情况 是有问题的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要想了 说考试可能怎么考呢 在这儿 给你一个现金流量表的节选 一个小表格 上面有一个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后面是一个负数 你把它给我写下来 你说从表格当中 我们发现 被审计单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进额为负数 因此 它是一种财务方面的风险的类别 或者事项 对吧 这第四个 所以我再提示哈 什么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呀 净资产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进额 这些关键指标 我们都要关注的 第五个 关键财务比率不佳 其实本身哈 你看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就能算出流动比率 所以我不再赘述了 接着往后 第六个 说发生重大经营亏损 同样也是一样的道理 考试当中告诉你说 这几年来 都是有持续的亏损的 那本身也是一个信号 还有用以产生 现金流量的资产的价值 出现大幅的下跌 这个考试呢 可能很难让你说 工作地道当中 你就能够描述出来 很可能是文字形式的描述 第七 拖欠或停止发放鼓励 好了 在这儿 大家认真看 拖欠或停止发放 而不是改变鼓励发放的形式 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区别的 比如咱们去年 发这个现金鼓励 今年咱说不发现金鼓励了 发股票鼓励 这种其实不是说 拖欠或停止发放鼓励 而是改变鼓励发放的形式 而题目背景中 如果说的是拖欠 或者停止发放 那本质上 可能是一个不良的信号 第八 在到期日 无法偿还债务 跟前面的很多内容 它其实本质上 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 还不了钱 不能展期 不能偿还 第九 无法履行借款合同的条款 举个例子 比如借款合同 约定说 说你这笔借款 只能用于某个方向 某个用途 而你现在 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都已经存在了困难 把借款合同当中的这些条款 已经完全视而不见 改变了借款的用途 无法履行条款 或者干脆无法偿还 那本质上都是无法履行条款 也是一些不良的信号 第十 与供应商由奢购 便为获到付款 这个世界上 商人都是非常精明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无商不奸 是吧 这句话 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 本身呢 这个商业 就是一种要谋取利益的 对吧 那人家是供应商 人家也有自己要维护的利益 原来给你设购 为啥 看中你信用好 风险低 现在变成货到付款 怕你付不了钱 所以本质上 也是一种不良的信号 第十一 无法获得开发 必要的新产品 或者进行 其他必要的投资 所需的资金 没钱了 然后你要注意 你这个开发的产品 还是必要的 啥意思呢 说你看 产品是必要的 研发是必要的 如果你不做新产品 就缺乏市场竞争力 被竞争对手淘汰 被它冲击 那甚至经营无以为继 但是你现在又没钱 去开发新产品 所以第十一项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是说开发多元化的产品 而是开发必要的新产品 行 以上十一项 用背不用背 我觉得不用背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一项到十一项 本质上就四个字 叫做不良信号 这第一点 你考试时能够把它认出来 第二点呢 考试时完全是可以有表格的 啥意思呢 给你列个表格 表格当中给你这样 或者那样的数据 你看图说话 把有问题的地方给我找出来 随着第二个 接下来经营方面的 这个我个人认为 如果考试当中出现 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文字性的描述 它的难度呢 可能就比前面这个财务信息 要简单一些 因为财务信息呢 可能需要大家做些运算 有的时候答题呢 可能就答漏了 对吧 但是文字性的描述呢 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就跟做这个战略题是一样的 人家总归会告诉你说 我们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然后你稍微提炼一下 总结一下 就是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说管理层计划清算 被审单位或者终止经营 这个说实话 各位 我觉得考到的概率不高 一旦考到呢 就太简单了 不用我们分析 人都清算了 是吧 第二个 看清楚啊 关键管理人员离职 后面还有几个字 且 无人替代 我就想起这个 有一句毒鸡汤 说你失恋了之后呢 非常难受 难受的未必是 你多么多么爱 这个已经失去的眼前人 而是还没有更好的人 来取代他 哎呀 这句话说的真的是扎心 是吧 当然这个 你们要是没有男朋友的同学 就别扎心了 是吧 你这个对象还没有呢 你听这话 有啥个扎心的 但这话啥意思呢 就这句话 关键管理人员离职 且无人替代 所以考试当中离职不怕 离职来个更好的咋办呢 是吧 虽然告诉你说离职 且无人替代 那这就不行 所以第二点 各位 您要注意 如果考试当中告诉你说 说啊 这个管经营的副总裁离职了 被审单位的CFO离职了 而且后面呢 管业务的 管经营的都还没来呢 或者是一些这个 他不懂行的这些人 他目前啊 暂任这些职位 那这个本身呢 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好了 这是第二点 第三 说失去主要的市场 关键客户 特许权 执照 或者主要供应商 这个啊 其实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最近 这个微信呢 封杀一些这个外挂的软件 是吧 那如果微信一封杀 你这些软件公司 不就没有市场了吗 这个对他们真的是 致命的打击 对吧 好 关键客户 也是一样的 特许权 我给大家举过一些例子 我在专业阶段的时候 经常讲这个例子啊 就我早些年做的一个项目 它是在这个高铁上做广告的 那做高铁的广告 它必须要拿到 比如国家相关的机关 相关的批复 你才能够在高铁上 开展一些广告 那个广告呢 有可能是电子媒体的广告 那越发的 要保证高铁运行的安全 这个信号会不会影响 高铁的运行啊 等等等 要拿特许权的 人家批特许权 你才能运营 如果没有特许权 本身你失去了运营的场所 失去了运营的条件 还有执照 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经营所需的执照 那是你经营的前提 还有主要供应商 这个主要供应商呢 其实大家刚刚经历了 新冠肺炎的疫情 就清楚了 前段时间呢 这个喷绒布 你们听说过吧 它是做口罩当中 需要用的那个夹层 那个的供应商 如果没有的话 你怎么做口罩 所以供应商也非常重要 这是第三 然后呢 我们来说 第四 出现用工困难问题 这个呢 其实早些年啊 我到过那个沿海城市 我就发现 他们那边的工人呢 可能都是排在那个街上啊 靠着海边 然后举着牌子 这种告诉你说啊 我要找什么什么样的工作 那这种情况呢 其实你会发现说啊 工厂可能是 劳动力是这个富足的 外面大家找不到工作 但是我曾经也遇到过啊 就是用工难的时候 你到那个工厂去之后 发现这机器设备 都没有人运作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那本身 你是没有工人 为你去开展生产 当时提供非常非常高的薪水 然后呢 提供这个职工的宿舍 食堂 还是招不到工人 那巧妇难为五米之催啊 是吧 那怎么办呢 肯定是影响你的 竞争长基因的活动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就现在的年轻人呢 其实不太是愿意做这种 这个技工类的工作 这可能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行 这第四个 第五个 重要的供应短缺 这个和那个主要供应商 可能说的问题类似啊 比如说原材料缺乏 第六个 出现非常成功的竞争者 对那业务造成了重大的冲击 这个考试真的是可以考的 背景告诉你说 有这么一个竞争者 对我们的业务呢 造成了重大的冲击 对我们的产品呢 进行了一个根本性的取代 那都是影响经营方面的 一个不良的信号 但是我不再赘述了 因为比较简单 考试出来的话呢 也是一些文字性的描述 但是我记得啊 我之前说过 各位同学 你千万要做聪明人 很多同学真的是 毫无顾忌地照搬 人家考试就像写几个字 他就抄几个字 复制粘贴 一点自己的加工处理都没有 这样我自己觉得是不太好的 各位哈 比较好的方法 应该是 你把题目当中的一些说法 自己稍微做一下总结 稍微做一下提炼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吗 所以记住这个哈 你写在旁边 考试的时候答题时要做提炼 这是经营方面的问题 好了 然后我看到这个 有同学说 这个我们家的网 今天为什么这么卡 哎呀 这种问题以后不要发在评论区了 好不好 这个你非常影响 人家其他同学上课的状态 你说你们家网卡 你问我 这老师怎么帮你解答呢 那可能你们家的WiFi密码泄露了 邻居在偷你的网位 是吧 你把这个WiFi的密码换一下 或者你们家是窄带 你就换成宽带 你发到这个评论区 你说这个同学也帮你解释不了 我也帮你解决不了 对吧 你这个讨论点专业问题好不好 是不是 来最后 经营方面说完了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 违反有关资本 或者其他法定要求 这个呢 在一般行业可能不常见 比较常见的呢 可能是金融行业 比如金融行业告诉你说 我们有这个资本相关的要求 比如资本充足率 如果你不满足 不能开展相关的业务的 这个简单了解就行了 第二个 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考试当中可以出现的 说被审单位面临 巨额的未决诉讼 然后监管程序 可能会导致 没有办法产生 这个足够的现金流 支付索赔的金额 这是巨额的罚款 这个是真的有可能出现的 考试还是仍然是文字性的描述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还是那句话要提炼 千万不要照搬 第三 说法律法规或者政府政策的变化 预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这个内容呢 其实你们也会发现 比如说 有些行业 政府是准入的 有些行业根据政府政策 保护国家利益 有可能发生政策的改变 不允许这个正常的商业资本进入 这也是有可能的 不是说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 那本质上如果说政府政策 在这个领域内发生一些倾倒性的改变 对了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也可能影响持续经营 其实呢 比较典型的就前两年 淘汰落后产能 这个呢 就是对某些企业产生影响的 第四 对发生的灾害 没有购买保险 或者保额不足 这个内容仍然也是 其实 大家其实要知道 这个天有不测风云 水火无情 地震台风海啸 我真的是见过这样的案例 那个海啸台风来了之后 那个被沈那位沿海的工厂 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墙路灰飞烟灭 那这种情况你说 你要是买了保险 可能还能够获得索赔 东山再起 你说我要没保险 或者保额不足 当然我们国家有这个政府的相关支援 但如果如果真的退万步想 你没有发生一定的这个保险的储备的话 很可能对你的经营产生毁灭性的打击 行了 其他方面我就说到这 总结一下吧 财务方面11条 经营方面6条 其他方面4条 加在一起这么多 21条 考试的时候不需要紫禁备 大家只需要注意的是识别 难点不在于后面两个 在于第一个 对于这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如果有了一些财务报表的节选 比如说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的节选 那这些内容 各位请你千万千万注意 出现节选的时候 一定要在其中识别出一些关键的指标数据 然后把这些内容 从表格当中 给他看图说话进行描述 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做经验 做总结 这个题型 今年是可以考的 好 给大家一个解题高手 我不再读一遍了 说的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那种提醒 在给定的案例背景中 去识别出对持续经营的不利影响 好 风险评估的内容说完了 说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说 我们该如何实施一些程序 来评价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一系列的事项 第一个咱们先来说一说 如何评价管理层 对持续经营能力做出的评估 这句话有点绕口 其实呢还是那句话叫做幸福你的幸福 评估你的评估 看到了吧 说注册会计师评价的是谁的评估呢 是管理层的评估 因为管理层你作为被审计单位的责任方 大家长你有一种责任去评估 被审计单位是否能够持续经营 而我们作为注册会计师 我们的任务是评价你的评估 所以这一点大家先把它搞清楚 那么评价的时候 大家至少掌握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评估的期间 一般来说 有这是2019 这是2019年12月31号 一般来讲 是下一个会计期间 是吧 这是基本的情况 当然如果被审计单位假公司 他没有这么做 那么注册会计师应该提醒 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至少延长到 自财务报表日期12个月 这是一个时间上的要求 说我看你评估了多久啊 我评估你的评估 有没有达到下一个会计期间 自财务报表日期12个月呢 好 这是第一个 这是期间的问题 把期间掌握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掌握的是信息的问题 这个信息各位一定要注意 你在去评价管理层 对持续经营能力 做出的评估的时候 你能够运用到的信息 应该是所有的 可以获得的合理的信息 而且包括你注册会计师 自己在实施审计程序的过程当中 所获得到的信息 这句话有点难理解 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懂了 好 比如说 这是被审计单位假公司 管理层告诉你说 我在未来能够持续经营 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然后你质问他 你说应该 好像没有你说的这么轻松吧 我了解到 你的竞争对手 已公司 他已经推出了一种非常成功的产品 对于你目前既有的产品 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冲击 那么假公司管理层怎么解释呢 说你看啊 其实我们也会推出一种新产品 来弥补 他对我们造成的冲击 而且这种新产品已经经过测试 已经上市在即了 那这本身呢 是他评估依据的一些信息 一些情况 那我们注册外师在评估说 这种假公司的新产品 靠谱不靠谱的时候 你的信息来源 应该是尽可能能够掌握的 所有的合理的信息 比如说 你在做其他审计工作的时候 你曾经做过行业调研 这不是你做审计程序 获得的信息吗 而这个行业调研明显就发现 说假公司给你描述的那种技术 压根不成熟 目前还没有办法投入到 商业化的使用 那你这个信息本身不就对 假公司的那个信息 产生一些矛盾吗 那这个不就是审计当中 可能会获得到的一些证据吗 所以你在评估 你的评估的时候 也要考虑执行审计程序 所获得的信息 所以各位哈 这个期间和信息 请大家把它把握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准则的描述 第一个 说管理层对持续经济能力的 合理评估期间 是自财务报表日期 下一个会计期间 当然如果你说 它的期间如果比这个还要短 那我们注册快吃 需要提醒管理层延长 至少延长到多长 跟我一起说 自财务报表日期 12个月 第二个 说我们要去考虑管理层做出的评估 是否已经考虑所有的相关信息 在这儿你看有所有二字 这所有二字为了说谁呢 特别喜欢说的就这句话 说其中包括管理层实施 其中包括注册快捷师 实施审计程序获得的信息 因为经常有人有误区 说你提醒管理层去做出评估 考虑的所有相关信息 是不是就是人管理层自己 所能获得的信息呢 不光是 如果注册快捷师 在执行审计工作当中获得的信息 也能够帮助管理层 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好的澄清 那么管理层也是要考虑的 所以这一点 请各位务必关注一下 刚才我也举过例子了 当然考试我觉得不会考你背诵墨写 最多最多考你一个基本的职业判断 考一分就差不多了 第三 超出评估期间的 持续经营的事项的迹象 达到重大事 你看看你就读这句话 它本质上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与期间相关的一个特殊的事项 所以你读完这半句话之后 我建议你在旁边写四个字 叫做超期事项 这个该如何理解呢 下面的话我们先不着急读 我带大家画个图理解一下 比如说现在 2019年 这2019年12月31号 然后正常的评估期间 自财务报表日期 至少是12个月 没问题吧 好了 如果说管理层 在评估期间以外 那这不就是评估期间吗 那在这 说有件事啊 是可能是2021年 甚至咱们说的更远一点 比如说咱们说 有件事是2022年 我们预计才会发生的 远远的超出了评估期间 那么这件事情 除非它的相关影响达到了重大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注册会计师 我们只做询问程序 除了询问程序以外 没有别的义务 这个地方很特殊 我一直都在告诉各位同学 我说在审计考试当中 有这么一个规律 或者说审计准则当中 往往在提的就是 仅询问不足这样的一个理念 但是在这儿 却经常告诉你说 除了询问以外 没有别的义务 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 真的离咱们太遥远了 我们离得越远 不确定性越高 你说今年的事 还有点谱 明年的事 还有点谱 后年大后年 大大后年呢 太没谱 太离谱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注册会计师问一问 差不多了 管理层也做个基本的了解 差不多了 你不太可能说 对于未来未来再未来 这么多个未来之后的事情 你还要穷追不舍 因为本质上不现实 而且从审计师的角度 也不经济 对吧 好了 听懂了之后 咱们回来看这句话 前半句说的就是这种超期事项 那么超期事项 只有它对持续经事项的迹象 它影响达到重大的时候 那么 询问管理层 识别超出 评估期间 并可能导致被审单位 持续经能力产生 重大疑虑的事项 或者情况 如果识别出来 那么注册会计师 提醒管理层评价 这些事项 对于评估被审单位的持续经能力 潜在的重要性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 做什么呢 你看清楚 除非达到重大 我们只做询问程序 听明白了没有 所以告诉你一句话 说如果达到了重大 那么你就追加一些程序 如果没有达到重大 那么除了询问管理层之外 注册会计师 看清楚这四个字 没有责任 设计其他的审计程序 来关注超出评估期间的情况 这个背后的原理 其实 当然我知道 你们很少人感兴趣 很多同学 在这个微博上 给我发私信 这个微博给我发私信 说老师 我对会计准则感兴趣 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一个同学 从来没有 我一点都不夸张 跟我发私信 你说老师 我对审计准则感兴趣 没有过 会计准则感兴趣 你可以看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发布的 很多很多的这些讨论稿 意见稿 他们进行的争论 这些背后 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原理 其实审计也有 这每一条准则 背后都是大家打架 吵架 我说的打架 吵架 激烈的讨论 这么制定出来的 背后都是有原理的 我刚才讲的那些原理 什么不经济 是吧 这个背后的不确定性 很高 注册快事的可行性 比较低 这也都是当时 准则的委员会的 委员们讨论过的 这样一些基本的结论 但是 就是大家很少 有人感兴趣 去研究审计 这一条呢 因为不好理解 所以我说了说 基本的原理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就OK了 好了 以上是给大家说的 我们如何评估 管理层的评估 接下来 说如果我们识别出 一些事项或者情况 确实表明 说对持续经营假设 产生一些 比较重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注册会计师 该如何去追加 审计程序呢 在这儿有五条 这五条 我真的建议大家 今年你把它背一背 我说到这儿了 你就得背了 是吧 因为这个内容呢 如果你自己靠编 我觉得编不出来 你真的真的编不出来 这五条 如何去理解 我给大家 一条一条的 来 这个用例子 来解释一下 说明一下 好了 第一个 第一件事 说如果我们发现 说被谁单位 假公司 管理层还 后知后觉呢 还每天在那边 吃着火锅 唱着歌 打麻将呢 说连持续经营这件事 他都不知道是啥 你问他 你说持续经营能力 你评估了没有 他说那是啥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他还没评估 你注册外译事 不要阅读代庞 你提醒他评估 所以记住 第一个 如果他没评估 你提醒他评估 当然好 如果他评估的有问题 那本质上 你也要至少使得 评估期间 自财务报表日期 至少12个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说被审单位假公司 他做了评估 然后你问他 你如果留意到 有这么多的不良的影响 或者不良的事项啊 是吧 你们呢 这个定期的借款 到期 既不能展期 也不能偿还 你们资金的压力非常大呀 有没有可能 没有办法持续经营呢 那假公司的管理层 告诉你说 说没事你别怕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未来的应对的计划 那你接着就问 说这个计划是个啥 假公司告诉你说 说我的母公司 乙公司 这是我的金主爸爸 对吧 我不怕 他背后挺着我呢 我背后有靠山 他愿意为我提供财务支持 这是有可能出现的 实践当中也确实如此 好了 然后我问你在这儿考试 给你挖个坑 坑怎么说 说注册会计师 与 以公司取得联系 以公司的管理层 答复 声称 解释 说明 说该事项属实 注册会认为 结果满意 无需实施进一步的程序 行还是不行 你注意 这是不行的 因为你只做了询问程序 以公司说可以就可以 以公司说愿意支持 就愿意支持 你当以公司自己 弥补在过河呢 当然不行 所以考试是怎么答 你说不对 我们还需要评价一下 他这个关联方 有没有支持他的意图 以及 有没有支持他的能力 这个很重要 比如说你要获取到 你公司的财务报表 来表明他确实有这种 支持假公司的意图和能力 这就叫做未来应对计划 你要评价这种计划 是不是合理 同学们你们看得到 我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能给你举例的 我都举了例子 因为我觉得 干巴巴的考你 你背下来了 那是你幸运 一旦人家稍微给你 换个例子来考你呢 你如果不会 不就不会了吗 所以我刚给你背这个读 这个意义不大的 那是最基本的 考综合的同学都能做到的 那关键你更重要的就是 你要去分析这里面 可能存在的问题 可能存在的这些实物案例 这才要认真听 好 第二点 我给大家解释完了 第三 说假公司管理层也评估了 评估说 说你别看我现在缺钱 但是没事 我编制了现金流量的预测 你看我未来 这个收入增长50%呢 怕啥 我未来的现金流充沛着呢 行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也要评价 它进行财务预测 所依据的这些数据 这数据可靠吗 再者 它所依据的假设 这些假设可靠吗 你说你为啥认为 收入能够增长50%呢 因为他说 你看我们做运动行业的 因为这个疫情来了 大家在家里面窝了半年 所以大家 我预计啊 未来都会来我们健身房健身 所以我们健身房的收入 会上涨50% 我说你的数据从哪找的呢 他说这个数据 是这个百度上百度的 你这假设咋来的呢 我自己靠脑子想的 那我注冠你当然评估 这数据可不可靠 你这附近小区 有没有那么多人 你这假设靠不靠谱 政府还允不允许 你这样的公开场所 在今年内就迅速恢复营业 它要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安全 所以你看我举了 最简单最简单的这个例子 就是告诉你 被省单位做了财务预测 你不要就认为 它一定合理 一定要评估数据可不可靠 假设合不合理 各位千万要注意 当然考试还可以挖坑 说这个数据 如果是被审计单位 管理层内部编制的 你依然要注意 不能倾听倾信 还是要依赖 对这个数据的检测 怎么检测 你要去测试 这些数据的准确性 还有完整性 没问题吧 所以这第三点 第四 说假公司的管理层 告诉你说 说没事别怕 我能持续经营 我不至于还不上钱 为啥呢 因为我做了财务预测 你看哈 他已经做了财务预测 这是2019年 他做了2020年的财务预测 然后注册会计师一看完说 这财务预测当中的数据呀 假设呀 听上去还像那么回事 蛮靠谱的 但是你别忘了 事实胜于雄辩 你再假设靠谱 你再数据靠谱 那都是我们的预测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 铁证如山的东西 帮我们做一些判断呢 有 因为你注册会设审计的时候 已经2020年4月份了 那最简单的道理就是 2020年1月到3月 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 你先看看2020年1月到3月的情况 是不是和他预测的一样好呢 那这个不就是管理层做出预测之后 做出一些判断之后 所发生的一些事实吗 还是那句话 审计当中特别讲求事实 如果真的可以有事实的支撑 那我们注册会计师 获取到的证据 真的你心里会觉得安心很多 这是第四句话 第五句话 说如果管理层告诉你说 说确实我们未来呢 这个还钱的问题不愁 为啥 因为我们的关联方会给我们提供支持 我们的未来的应对计划是可行的 OK那好 我再问你要一份书面声明 说白了就是你给我在发个试 是吧 但是各位你千万注意 这个书面声明 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 它绝对不能用来做必要的 充分的审计证据 你可以有它 但是光有它还不够 它绝对不能称得上 有书面声明就是充分必要的 不够 书面声明可以是加分项 但是 这个书面声明 绝对绝对不能是 你所获取的唯一依赖的审计证据 这一点请大家务必关注 考试在综合阶段 曾经是考过的 今年仍然可以考 说依据管理层出具的书面声明 我们就认为 未来应对计划合理 这是不行的 仅书面声明 不能够提供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好了 一二三四五 这五条 我给大家介绍了 然后这回来 你看这五句话 应该你就能够理解了 然后我要求大家 背是第一步 还是那句话 今天直播间里这么多人 同学们 我相信你们都能背得出来 也就是说 就这背这件事 你比别人强不到哪 别人比你弱不到哪 那考试考什么 考的是刚才的那些运用 把这些例子 大家要做到 能够在实践案例当中 进行运用 这个才更关键 OK 好 这是持续经假设的 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 我们再来说一下 审计报告 对于审计报告 在这地方有个表格 下去自己看 我给大家画一个脉络图 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这地方呢 考到的概率 我觉得是有的 但是相对而言 不如前面的东西那么高 好了 第一点 我们在判断 持续经假设 所带来的 审计报告意见 类型的时候 我们上来的第一件事 先问自己 持续经假设 适当 还是不适当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 如果压根就是不适当的 那你根本就不能用 你都要清算了 你都要破产了 你都已经这个开始做这个清算的基本工作了 你说我还要用持续经假设 想啥呢 不可能 是吧 那我们首先观众第一种情况 说这种假设是适当的 但是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而注册官认为说 说其实啊 这种不确定性还挺重大的 比如说 说被审计到期的债务 没有办法斩期 没有办法偿还 这肯定会给持续经营能力 造成一种重大的不确定性 只不过呢 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说 我们有未来的应对计划 也是相对听上去比较合理的 所以注册官认为说 还是可以用持续经假设 还是适当的 但是 这种适当 伴随着重大不确定性 所以各位一定要听懂 把我的这个例子听懂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那我接下来就要看 被审计单位假公司 他有没有对这种不确定性 进行充分的披露 他跟没事人一样 这事就当不发生 就装作看不见 还是说他认认真真的 本本分分的在审计报告中 把这事写出来了呢 好 我们首先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被审计单位的假公司 他已经做出了充分披露 那我问你 说人家也是适当的 人家也做了充分披露 你还想让人家怎么样 你没法怎么样了吧 你还能说啥呢 人家也披露 也披露了呀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发表的一件类型 叫吴宝流 吴宝流是正能量的报告类型 对吧 但是注册外师也不甘心 说明明有重大不确定性 你充分披露了 这就行了吗 那报表使用者 不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在这儿 你记住 我们可以加一个 比较特别的段落 这个段落的名字 你在书上 给我认认真真的画下来 叫做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 重大不确定性 这个段落的名字 一个字都不能少 它是人家的名字呀 知道吧 比如说 我的名字叫金心松 刘中叫刘中 你不能说 它叫刘南 刘北 刘西 刘东 我叫金心松 你不能说我叫金心梅 金心竹 金心蓝 对不对 因为这是人家的名字 所以考试一旦一旦考到 这个段落的名字 请你千万注意 一定不能写错 那这段话里面写啥 这段话里面写的就是 你把这个重大不确定性 在这儿做下描述 OK了 好了 接下来 如果被审计单位 对这事儿 没有做出充分披露 那我就问你原理 说你该披露的 而不披露 这本质上不就是一种错报吗 啥叫错报 你们知道吧 有的错报呢 是金额上的 有的错报呢 是列报披露相关的 就这事儿准则让你在报告中进行适当的列报披露 但是你偏不说 你隐瞒 你当这事儿没发生 那本质上就是错报 行了 如果是错报 那我问你 报告的意见类型是什么 意见类型可能是保留 当然也可能是否定 这都没问题 好 以上两个 大家都理解了是吧 那接下来 我说一种特殊的 这种特殊的比较罕见 但去年遇到过 说我们认为 说有多个重大不确定性的事项 说虽然我们感觉啊 每个事项都有未来的应对计划 说这个不能还钱 那没事母公司支持 说这个竞争对手的冲击 没事 我们有这个比较好的财务预测 说这个关键管理人员离职 且无人替代 说没事我们再抓紧招聘 母公司也会给我委派 是吧 说了好多好多 每个呢都有未来的应对计划 好像呢 每一个都得到了解决 但是 我晚上往回家这么躺着睡觉 我这么一想 我们用一拉清单 大家发现被审计单位影响 持续经营的重大不确定性的事项 你多达二三事项 你睡得着吗 你睡不着 那于是告诉你说 我怕的是他们之间 产生一种累积的影响 那么我也不知道 是哪个雪花飘落 就导致了雪崩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可能会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 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大家了解一下 好了 前面三种我讲完了 接着往下 说持续经营假设不适当 我问大家 如果不适当的时候 你咋办 你还能用持续经营假设吗 当然不能 你要选择替代性的基础了 比如说清算基础 那OK 好 人家选择清算基础了 那我问你 你发表的一件类型是什么 那当然无保留了 但是如果你为了让报表省者关注 你是可以加一个强调事项段的 把这事重点说一说 说历史上一直都挺不错的 今年人家决定要这个自主清算 这事可以放在强调事项中 但是如果说 他本身持续经假设不适当 但他又不肯用替代的编制基础 他就非要用持续经假设 那行不行 霸王硬上弓 当然不行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否定意见 因为整盘都是有问题的 行了 各位 意见类型 一种 两种 三种 四种 五种 这五个一旦考到 大家要学会做一个基本的判断 然后呢 同学们 这些内容 我希望大家 至少自己认真的理解 阅读一下 好吗 然后啊 这张图如果你自己不想画 你现在截下图 然后下去之后呢 看图说话 然后再对照着我们 打好基础 122页的这个表格 认认真真的再看一看 但是我是希望大家 能够像我一样 把这个图认真地画一遍 好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把持续经营假设的神迹 给大家讲完了 最后的时间 我们来说 对七出余额的审计 七出余额的审计 历史上不是没考过 考过提醒就是背诵墨写 没有什么其他灵魂的题目 你们做这个 只做好题就会清楚 所以呢 在这儿 我给大家快速地说 因为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 最主要的就是 该背的 该记的 我等才提示你 差不多的背一背 记一记就OK了 这儿呢 也没什么难度 什么叫做持续经营假设的审计 刚才讲完了 它是重点 而首次接受委托时 对七出余额的审计 我个人觉得 它不属于一个特殊的事项 它其实属于 在某种类型下的一种业务类型 你看哈 这种业务类型 就是首次接受委托 因为如果你是连续审计项目 本期的七出 就是上期的期末 那就咱自己审的 只有在首次接受委托的时候 本期的七出 上期的期末 那这些内容 它是由别的事物所审的 或者压根没有审计过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格外的关注 七出怎么样 不能光看期末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需要把握住一个基本的 这样的一个大背景 了解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说 第一点 我们要确定上期期末的余额 是不是已经正确的截转到本期 上期期末 2019年12月31号 到本期期初 2020年1月1号 我们正常情况下 就要做的工作叫做截转 截转呢 你可以简单理解 平移 是吧 去年期末的 作为本年期初的 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处理 没有什么太复杂的 正常截转 当然在有些情况下 我可能需要做重述 啥叫重述 比如说会计政策变更 那我可能要做一些重述 所以我们审计师看的时候 就是要不然有没有正确截转 要不然有没有做出正确的重述 所以下面这段话告诉你了 一般来说要直接截转到本期 有的时候要做出重述 比如说准则或者制度的要求 发生变化 或者上期期末 有重大的前期差错 如果前期差错的累计影响数 能够确定 你要追溯重述 这儿考试考吗 我个人觉得 这个地方 你不需要太多死记应备 就这个小表格 就这张小图 看图说话 无非两种情况 不然就是截转 不然就是必要的情况下 做重述 导致重述的情况 我刚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会计政策变更 另外一个是前期差错 接着 我们除了看金额 有没有正确截转和重述以外呢 我们还要去看 有没有正确的反应 对会计政策的运用 如果我们发现 会计政策发生变更 我们从今天开始 其实从之前开始 到未来 到今年考试 10月份 只要是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 都请大家条件反射的告诉我 你先考虑的问题是什么 就这句话 变更的理由是否合理 有没有按照规定变更 如果变更的理由是合理的 那么你可以变 否则不能够滥用会计政策 和会计估计变更 同样 你在审计期出余额的时候 也要去关注 有没有恰当运用会计政策 有没有发生会计政策变更 但是理由不合理的情况 就OK了 第三 我们要实施一些程序 这个地方呢 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考试当中 如果考 我觉得也就是考在这 第一种 说如果上期报表 已经经过了审计 那么查阅前任的工作底稿 能够获得有关 期出余额的审计证据 但是也要考虑 前任注册会计师的 看清楚 第一个是独立性 第二个是专业胜任能力 一要独立 二要专业 我们才能够考虑 查阅前任的工作底稿 获取期出余额的证据 但是实践当中 你想查阅前任的工作底稿 难度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除非在某些案例当中 比如监管机构出来协调 那我曾经遇到过 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可能查阅工作底稿 在实践当中 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但是考试你要注意 如果你想要 查阅前任工作底稿 获取期出余额的证据的前提 千万搞清楚 前任必须要独立 而且前任必须要专业 第二个 我们要评价 本期实施的审计程序 是否提供了有关期出余额的审计证据 这句话的审计学的原理 仍然是那句话 打着引号的叫做事实胜于雄辩 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比如说 这是2020年1月1号 假设是期出 其实我们 我们叫它这个 opening balance 对吧 这是期出 然后就我写or 期末呢就是e 这个ending 假设2020年12月31号 好 如果你在写2020年的审计 那这个就是期出余额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期出余额当中 有一个应收账款 250万 那么最好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在做本期审计的时候 你发现在这一天 2020年4月5号的时候 这一天 应收账款已经收回 而且这个收回 已经查阅了银行的入账单 那这个就是事实 就为期出余额提供了一个 非常强有力的审计证据 对吧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这句话 本期实施的程序 能够提供有关期出余额的审计证据 第三 根据期出余额 有关账户的不同性质 实施相应的程序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因为流动性比较高 所以可以通过本期实施的证据 程序获取部分证据 而对于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债 看到了吧 我们可以检查 形成期出余额的信息 比如说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固定资产 那么固定资产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然后可以去看 当年买来固定资产的相关文件呀 合同呀 记录呀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是能够获得部分证据的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向第三方 去实施含证程序 比如说银行 这段话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要背的 因为历史上考试是考过的 接下来 考试当中经常会问你说 那对于存货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程序 来获取期出余额的 一些审计证据呢 你看清楚啊 下列一项或多项 未必让你说三项都要做 但是你在做的时候 一要针对存货的数量 二要针对存货的价值 来实施一些程序 获取一些证据 第一个 监盘当前的存货数量 调节至期出 第二个 对期出存货的项目的 计价实施审计程序 发现了吧 关乎于价值的 第三 对毛利和存货的截止 实施审计程序 毛利 那本身呢 和存货的价值也相关 截止呢 其实 在资产负债表 日前日后 也关乎于存货 期末价值的认定 期末数量的判断 所以这三项程序 要背 历史扬考试 这段话 这段话都是考过的 说 注册会计师 对期出预额 执行审计工作 请你指出 注册会计师 应当实施 哪些审计程序 或者说 对于期出预额的存货 应当实施 怎样的审计程序 获取怎样的审计证据 答案就这几句话 这个不要编 你也知道我的性格的是吧 这个不需要大家背的 我都会说清楚 这个地方 因为它真的考 背诵莫写的题目 所以各位 还是要辛苦一点 稍微把这个东西背一背 好吗 我们说到这儿呢 其实把其他特殊项目的审计 我给大家说完了 然后考点强化 这个内容呢 今天我建议大家拿出书 你们把书拿出来 然后翻到123页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书 书上呢 其实有一个科后打卡的表格 各位看到了吧 在这儿啊 科后打卡的表格 对于这个科后打卡的表格 我在上面给大家标注了题目的类型 大家需要理解的一定要理解 需要背记的就去背记 有些东西我说他考背诵莫写的 他不考你灵活运用的 你就别纠结了 有些东西我说他考灵活运用的 你千万别光死敬背 一定要去把握那些案例 是吧 我们一起过一下 第一个考点区间估计和点估计 这个考职业判断 第二个 关联方的交易的识别 还有商业实质的判断 这个是灵活运用的 没什么可备的 第三 识别持续经能力的重大疑虑 有财务方面的 经营方面的 其他方面的 这个呢 是要求大家灵活的运用 比较重要 第四个 识别出 有关持续经能力 或者情况时 追加的审计程序 来 我问问你 还记得吗 一共有几个 一共有几个 一 二 三 四 五 五条 记得吧 这个哈 我要求大家记 而且在记忆的基础上 我希望各位 也要注重灵活运用 每一条 我都给你举过案例的 是吧 第五个 与持续经能力有关的 审计报告意见类型 职业判断 大家结合脉络图来把握 第六个 对七出余额的审计程序 大家记忆就行了 不会扛你什么太多的 灵活运用的 记忆即可 考试当中 灵活运用也确实 不太具备考察的 这个可行性 所以大家掌握 基本的记忆规则 能做一些程序的设计就行了 有人问你说 对于存货 几项程序啊 第一个 键盘当前的调节至七出 第二个 对七出的实施计价的程序 这个计价其实也好做的啊 比如说 你到这个电商平台 能够看得到某些存货 历史上的一个价值波动曲线 这个我也是曾经做过 第三个呢 毛利和截止实施审计程序 这个存货的毛利 不用说了是吧 比如说你销售存货 各个月的毛利的波动 你可以做实质性分析 存货的截止呢也是 比如资产负债表 日前日后 出库的 入库的 什么时候出的库 什么时候入的库 这个存货到底该记录在 资产负债表日 还是下一会计期间 还是上一会计期间 然后比如入库单的日期 这个合同的日期 签收的日期 我们可以做存货截止测试 这也OK 所以这三项程序 把它写出来就行了 考试基本上是这样一种 题目的类型 好了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考点的强化 每个后面写了两个格 大家要复习两遍 你也知道哈 这个地方两个格呢 就是相对而言 不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专题了 特别重要的专题呢 我都是让大家去 这个打卡三次 这个掌握三个格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 专题七 我就介绍完了 其实呢 我还可以继续往下讲一讲 我看一下大家的状态好不好 大家的状态好的话 我们就继续讲专题八 如果大家觉得比较累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因为专题七 说实话这个 课后习题也是比较多的 是吧 很多人说这个比较累了 是吧 行吧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好吧 那大家下去呢 完成专题六 和专题七的课后作业 这两个专题题都特别多 大家耐心做 因为我确实发现啊 这个最近啊 同学们可能进入学习的疲惫期了 大家的毅力呢 多有不足 做客户作业呢 给我打卡的同学呢 也相对来说少了一些 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 好吗 前期我们那么努力了 你们的进度应该来说真的挺好了 所以各位 还是要按时做作业 然后呢 按时打卡在群里交流 微博上at我 都是OK的 适当的也休息休息 好吧 明天呢 过六月儿童节了 我在这儿呢 也祝愿我的同学们 儿童节快乐 谁还不是个宝宝咋的 是吧 好了同学们 那这节课到这儿 下节课我要讲 专题六的习题的 各位下节课必须要做了 然后我把题题拿过来 好了 拜拜